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婉Wendy 今天跟大家分享右手八把当中最难的一个执法条 它在教材的第十五页 它的简字谱就是竖弯钩 就是条这个字的右半部分那个照的这个竖弯钩 它表示的是右手食指指脚向外波线 那之所以它是这个最难的一个执法呢 是因为它呢是一个复合执法 它用到了大指和中指的协助 来帮助这个食指完成这个条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教材当中第十六页的演奏要求 右手的大指呢要轻浮在食指的第一关节上侧 这是第一点要求 第二点呢是中指支撑在隔一根琴弦上 第三点呢是拨弦时右手的大指要充分的推动食指 谈完之后呢食指要以被下一根弦挡住为止 好那我们来一点点来分解来看一下 首先啊什么叫做向外弹就是向身体以外的这个方向 我们一般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动作呢 经常是抓取是一个向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在弹古琴这几个执法啊 右手这八个执法当中有四个执法都是向外弹的 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动作是相反的 这四个动作呢也是在执法当中比较难的 那挑这个执法呢又是个复合执法 大指幅在食指的第一关节 教材上说是上侧啊 你就说在这个附近就行 在这个附近第一关节 一二三 我们要知道这个关节的这个顺序啊 第一关节的侧面啊 不是紧捏着食指啊 使劲一定会让自己的这个动作会紧张的 所以我们就放松 搭在这个侧面 它是会有助推食指的一个作用 它的力量主导的分配呢 大指是占三分之二的 它是一个主导 那食指呢是占三分之一的 相对来说呢 还要比大指要少一些 但呢还要需要这个爆发力 所以不是食指单方面的使劲 它是有这个大指在侧面的一个助推的 好 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注意以下四点 首先呢 我们在谈调这个指法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 我们要离开琴弦 调一弦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食指抵在二弦上 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第二点呢就是大指呢 要轻轻的扶在第一关节的侧面 还不是紧捏着的 第三点呢就是出指呢 要有爆发力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 这个爆发力呢是需要大指来助推的 而且呢你一定要是离开琴弦 而不是抵着琴弦去 助推 虽然也能弹出声 但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它需要悬空一下 然后大指在侧面 助推出去 这个爆发力要有啊 出指的时候呢 因为一弦前面没有挡的啊 我们可以看在七弦上 调出去之后呢 你看食指是被六弦所阻挡的啊 这也是在教材当中的第三点啊 又要求是弹完后 食指要以被下一根弦阻挡为止 也就是说你在调完了之后啊 不能在六弦上面啊 要抵住六弦 而且要注意哈 这个手腕要低于手背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弹弹着这 这腕就抬起来了 这个触弦的角度呢 发出的这个音色啊 不会好 我们的这个指甲面 与这个琴弦啊 基本是垂直的 这样的琴弦的振动是最好的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 这个中指 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帮忙啊 第二点在这个演奏要求当中 也有说到哈 中指支撑在隔一根琴弦上 之所以刚才我没有强调这一点啊 是因为在做挑这个动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中指也是不搭弦的 它可以独立弹 也可以在临近的这根弦上扎装 不见得呢 是在隔一根琴弦上扎装 当然了是我们最一开始初选的时候啊 还是要这么做的 比如说在挑七弦的时候啊 我们的中指要搭在五弦上 这个是搭在哈 我没有很用力的去勾着它 它起到了一个稳定支撑的一个作用 那在挑六弦的时候啊 中指搭在四弦上 食指呢可以抵在七弦上啊 离开六弦 因为你现在要接下来弹的是六弦啊 然后大指扶在食指的第一关节的侧面 注意爆发力啊 所以一定要悬空调 不可以抵在六弦上直接处置啊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技术的要点 强调四点 好第一点呢 就是大指呢 要扶在食指的位置要恰当 扶在哪里啊 第一关节的侧面 对吧 不要太靠里 也不要太靠上 也不要捏得很紧 这是切记的啊 第二点呢 就是初指的速度要有这个爆发力啊 这个速度要比这个力度更加的重要 往往我们觉得要挑这个声音 弹得很出彩的话 我们用很实质很大的力 这个力量啊 是会让这个声音很大 很大声 但是呢 初指的速度往往是被我们忽略的 所以啊 初指的速度要比这个力量更重要啊 才会弹得清楚 而不是让你使劲的很大啊 第三点呢 我们要注意哈 它这个初指的力量的分配是 大指作为主的 它占三分之二啊 实指作为三分之一 这样的力量会 更科学啊 更好 第四点呢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手腕要低于手背啊 不要弹着弹着就翘起来啊 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古琴的这个琴面是一个拱 一个圆弧形的 我们可能弹到这个四弦的时候啊 手腕略抬起来一些啊 因为它是已经是这个拱形的最高点了嘛 三弦又往下了这个弧度啊 还要压弯啊 你弹一弦和二弦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摆弯就放在琴弦上 让这个万子的这个点 和你中指的这个点 几乎就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你看啊 你在调二弦的时候 是不是在临近的一根弦上扎装 而不是隔一根弦啊 一弦的时候呢 干脆就没有琴弦可以扎装了 这就要独立调了 在实际演奏的当中呢 也有很多情况下 因为速度比较快 或者是呢 扎装呢 就会影响前一根弦的这个震动的音色 就干脆就不扎装 弦空调 在七弦 六弦 五弦 三弦 二弦 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不扎装的情况 我们也要练 那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常规的 隔一根琴弦去扎装 之后呢 后期我们也要独立的去练习这个跳 这个动作 给大家留个小作业进行这个挑的执法的练习 我们可以根据教材第十六页 三条七弦至一弦 好 这里面要注意一点哈 我们在单独进行这个右手指法练习或者是演奏当中呢 我们这个左手放在哪里呢 那现在镜头看不到我的左手的位置哈 那刚才在讲解过程当中 因为我需要用左手去指示辅助 那就是我就没有把左手放在正常我们演奏时候要搭的位置上 那我们正常演奏的时候呢 这个左手是要放在琴板的靠近身体一侧哈 这样子啊 然后或者呢 我们是扶在这个石灰这里 石灰这里呢 我们可以成一个兰花指啊 这样比较漂亮哈 是不是 那我们在日常练习执法的时候呢 就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就是这个左手要搭在这个琴板上 而不是放在身体上 好 从三条七弦到一弦 好 准备我们 我慢一点 我们一起来联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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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有建议大家在练习这个调的指法的时候 可以靠近月山一些 那这里的琴弦会比较硬 我们可以增加指力 那初学者呢 我们就可以在一辉和月山之间这里练习就可以了 好那这就是以上关于调这个指法的分享 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